国庆年假第一天 东流仙码头出现排队人潮 全家大小通通出动 还有推了一整车的行李 就像小山一样 一行人三十个 成团前往小琉球 大概快三十个吧 去玩水吧 都在小琉球 放松一下 码头人几人 小琉球景点也满满都是人 换个景点到台南国华街 老板娘快手炒面 善于意面香味扑鼻 要买春卷请先排队 国华街店面全部做满 业者说早就全部鲜备料 这是山鱼的意面 这超好吃的 我每次来都会吃 将近中午的时候 人潮才慢慢的出来 因为廉价的关系 我们会准备 比较多的材料 其常大概多三层 嘉义文化路夜市 太阳还没下山 就涌入人潮 中午过后 吃饭游客全来了 有的店家还提前摆摊 廉价第一天 挤满游客的景象 让摊贩好久不见 其实平常雨餐 它给它能上昏出 现在人家的 没放这些人 因为国庆年假的人潮 比起假日 至少也多了 五到六成的观光客 另外还有最新景点 嘉义欧峰城堡 一早进场要排队 喷泉美景 挤满游客 成了最新打卡热点 连续三天廉价 游客最夯口袋名单 让国庆日出游人潮 持续累积 记得侯国文赖冠章 张初华 嘉义屏东 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